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月2日 星期二 由於這是這個禮拜第一日講 所以一定要講講成交金額等等 大家看到成交金額一直在減少 即是說糖水越來越縮 那些魚就會乾死了 第二 我們看看北水的資金流向 流出不少的 流入就頗少 然後我們看看 流入之中可以以中國移動 中國海洋、美團等 理想汽車也是最近追捧 中國移動 因為這是派適期 所以再跟著流出 就是小米集團 小米集團 北水要提到這裏 真正是 不說又不行 說了又多餘 基本北水 北水這個持續20日平均 一直在減少 這個上升 這個減少 然後再跟著板塊方面 升的板塊不多 是不是升了很多 矮壓的板塊 我們再看看就知道了 不矮壓的板塊就是煤炭股 和交通設施 至於臨業這些對指數影響不大 至於臨業產品的時候 由於很多升的 都是屬於蚊子股 所以在外面就升幅 這個1.51%的話 其實升了兩個先 那就帶動了整個板塊 排行第一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這些 是要留意 煤炭股方面就很不同了 全部有些大牛龜的東西 是起到的 所以這個煤炭股的上升 是很實在的 煤炭股上升是基本上 一部分的外面進來的煤炭 但是加上收回的關稅 除了印尼是沒有 另外一些 比如蒙古 什麼什麼 這些內部的 變成了雙應地 投益 所以摩壁 蒙古mining 這些東西 都是比較順利 中煤和神華 和燃礦能源 這幾段時間都是有上升 因為有人在炒 已經在炒 減 又要增加關稅的問題 變成在內邊的煤炭股 就有了一個價格上 一點點的優勢 是3-6%左右 這個已經很好的 部分的交通設施 這裡很簡單 之前我曾經有講過幾件事 是說大家不要看得 中國的製造業這麼差 第一個是11月份的時候 所有的很多是製造業股 不是電力股 的受電量是增加了的 增加不是1-2% 而是差不多10% 11月份的時候 並不是天氣冷 所以我們只能說 這些用電量多了 可能是工業用電 第二件事就是煤炭的上升 而一次都可能 就是用電多了 增亦都可能 就是跟這個 加關稅 收回關稅問題 另外一次我也有講過 就是工路股 曾經在一個禮拜裡 全部都是上升 今天也是上升的 你工業股怎麼會上升呢 因為你那個是工業活動頻繁了 運輸很多的 是製成品 原料等等多了 那工路股 那就多了錢收益 所以這個工路股 也是看到你的 那今天就看到了 就是PMI 升了上去 另外再過年之前的時候 就出現了一個 這個製造業 那個盈利 11月份的盈利是上升了的 那我今天是有一篇文章 是講中國的出口 很多人看中國出口的時候 是看得不細緻 我可以細心看看 原來出口 是有所謂的 直接消耗與間接消耗 就是對於入口國來說 就是等於對美國 其實 打完這麼多年貿易戰之後 美國對中國的實際完全消耗 就是將直接消耗和間接消耗 那些中國方面的產品的原料 竟然是上升了一點 那當然之前 那幾年是有落 然後 今年和前年 是有一點點上升的 那這個會不會已經是 中國很多企業 或者很多其他生產模式 外移了 而產生了一個 是既定的習近 那這件事 回到來 就是1986年 當美國說要打壓日本